上海新房摇号新规 低分也可摇 社保巨子高光难载有 上海新房积分入围比在8月迎来调整 社保巨子随之光环退闪 今年2月6日起 上海新增积分至新房摇号选房程序 最大程度保障无房家庭购房权益 打压市场投资炒作氛围 据专注楼市分析的公众号同测好房捧计 入围的61组购房者中 其中59组为60分 加221个月社保的满分选手 另有二组垫底选手为220个月社保 易汉智库研究总监于小宇认为 新房摇号入围比例 由统一的1.3调整为4档 集内环内为2.5 内外环间为2 外环外热点楼盘为1.8 外环外非热点楼盘为1.3 这样调整有利于区域间购房热度更加均衡 更加合理